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刘亦菲近状曝光,现身酒店会友聊天,直至凌晨才离开。 11月9日,有媒体拍到85大花刘亦菲私下前往酒店会友聊天的画面。 她与好友男的相聚特别开心,直至凌晨两人才分手离开。 从媒体回传的照片可以看到,当天刘亦菲一身休闲装束现身。 黑色长款外套搭配黑色长裤,头戴黑色棒球帽元气满满。 一旁的友人同样穿搭休闲时尚,一头黑色长发披肩而落尽显柔美。 她的身材健瘦匀称,虽然没有拍到好友的五官。 但能够看出她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女。 两人选择靠窗的位置落座,外界可以隔着玻璃窗看到刘亦菲的正脸。 不过她并不介意,丝毫没有隐藏自己的意思。 刘亦菲整体状态保持超好,精致的五官还是那么好看。 皮肤白皙有光泽,在昏暗的灯光下颜值依旧抗打。 脸上没有一丝皱纹的存在,仍旧还是我们印象中的神仙姐姐。 仿佛岁月从未在她身上走过一样。 刘亦菲与好友私下聚会表现得特别开心,两人有说有笑格外惬意。 荧幕上,刘亦菲给人一副端庄典雅的感觉。 性格低调且内敛,很少会主动与人交流。 但在朋友面前,她表现得非常活跃,时而甜笑,时而俏皮。 与观众认真中的她完全就是两个样子。 聊天期间,刘亦菲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 那种放松与开心是发自心底的,这种状态下的刘亦菲属实少见。 聊到口渴时,刘亦菲还拿起酒杯畅饮,不过酒杯中只是香槟而已。 因为度数很低,所以根本不怕被拍到酒后失态的画面。 刘亦菲与好友一聊就是几个小时,若不是已经到了凌晨。 相信两人还有很多话要说,闺蜜情让人羡慕。 目前刘亦菲处于休假状态,近期并没有太多工作行程。 难得拥有闲暇的时间,自然要约闺蜜好好放松一下。 好向对方倾诉一下平时的所见所闻。 6月初,由刘亦菲与陈晓主演的古装剧《梦华录》开播。 两人在剧中的表现惊艳观众,CP感超强,让粉丝好好克了一把。 该剧收视风评双丰收,堪称年度最佳古偶剧。 《梦华录》播出期间,刘亦菲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。 每天都有不同的工作需要处理,这让她完全没有时间休息。 随着《梦华录》播出结束,她这才可以放松下来。 平时没事在社交平台中分享近状与网友互动。 刘亦菲出道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了。 从《金粉世佳》到《仙剑奇侠传》再到《梦华录》。 一路走来她都在完成自我蛻变,演技也是越来越好了。 近几年来,刘亦菲虽然出演的作品不算太多,但品质相当有保障。 如今在《85大花》中,算是发展不错的一位,各项数据都很抗打。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,像她这样完美的女神,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自己的人生大事。 感情方面似乎还处于空窗阶段。 总之,希望刘亦菲在拼搏事业的同时也要抽时间去兼顾爱情。 期待她在未来能够找到心仪的对象,从而顺利脱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